大家好我是Ali 还有两个礼拜2019年就过完啦 所以这期视频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19年都买了哪些包包 数量上大概是有10只左右 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你们是觉得这个数量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价格上也有对我来说真的是挺贵的包 也有学生档也可以买得起的包包 那我今天会以一个我当时购买的时间轴的一个顺序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年我买的第一只包就是这只Marni的风琴包 其实在上一只黑舞的视频里也跟大家介绍过了 这个包其实不算是我今年买的 是我去年黑舞的时候在一家德国的海淘购物网站上购入的 我买的这只是风琴包的大号 这年黑舞的时候这款包它的打折力度非常的厉害 当时我的入手价是1000美金左右 也就是10万元左右 几乎就是我在日本半价以下的价格把它入手的 而且最主要我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超级喜欢它这个品色 Marni这个品牌虽然不像LV啊像L是那种特别主流的品牌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一直都是有口结杯的 这款它的拼色呢就是暖色调的这种橘色 它用的皮是一种叫做摩洛哥皮质的一种皮 俗称就是小牛皮 它做成了这种十字纹纹路的这种样式 再加上这款包它本身的皮质是这种 其实是比较硬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抗用也特别抗脏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背了一年左右了 它现在身上是没有任何滑痕啊或者是脏东西啊什么的 就完全跟新款的包包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它开口的一只地方特别有特点 就是一个小夹子这样一夹这个口就开了 打开之后这个盖子它里面和外面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打开之后呢就是名副其实的风情包这种感觉 隔层特别的多超级能装 还有两个大拉索的这种隔层 最前面呢这个小包包 这小包包像是iPhone11啊或者是Plus什么的大的iPhone的手机是放不进去的 只能在前面放一些卡呀口红什么的粉柄什么的 它里面呢是这种帆布的里衬 然后最里面会有一个他们家的logo 另外我特别喜欢这个包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肩带 调长短的方式特别独特 通过这种寄扣的方式去调节这个包的长短 肩带我觉得它对全人类都特别的友好 我的话身高是1米64 但如果我想斜跨的话我就把它寄到最长的这个地方 这个长度我斜跨起来就特别的正好 像个子更矮一点的女孩子或者是你平时想腌下跨的话 你可以给它寄到最短的这个地方它就这么大 然后你就可以这么背着也特别好看 另外其实它还附赠了一根特别短的一个肩带 那个肩带就是用来当你觉得现在这个肩带对你来说不够长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衔接在这中间 那它就更长了所以真的是超级方便 然后它的背面还有一个小侧包可以放它 这个包它真的是超级使用非常非常非常的能装 包括有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会带一些小相机 它就连小相机都可以放得下 下面这款包是我想买了好久的包 就是这个粘鱼包 我最终左右思虑决定的买的是这款小号的 其实由于是买这款大乐还是比它大一个那个中号 但是中号真的拎在手上是有一定重量的 那个包本身就很重 这款包它之所以叫粘鱼包 就是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前面有两个须须 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这两个须须能不能拆掉 这两个须须是拆不掉的 它整体这个皮质的质感是这种上面有一点纹路的 类似手掌门的这种皮质 而开口这个地方它小号做的是这种吸血石的扣子 开起来还挺方便的 同时有一定的防盗的功能 打开之后呢虽然这是nano 但它容量真的非常的大 非常的能装 而且它侧面其实是有一定厚度的 它的底边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 所以它里面的容量真的是很多 nano这款后面是没有侧带的 然后它赠送的这个肩带呢 比中号会更细一些 可以调整长短的 我1米64背起来这个肩带 我觉得长度对我来说是挺正好的 这个肩带当然它也是可以卸下来的 个人还是觉得这个肩带不要卸下来 就我们平时那么手力 就让这个肩带自然地垂下来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这款包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 我买的当时是作为婚包买的 其实我婚包从来没有想过要买这款包 只是刚好在结婚之前去了一趟日本的三井奥特莱斯 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三井奥特莱斯 一本最大的奥特莱斯 地址是不在东京都在千叶县 真的超级大超级好逛 里面有一个古奇的店 那当时我在那个店里看到这款包 这款包的价格是10万元左右 就是和美金的话900美金左右 哇我就觉得好便宜啊 而且我上身一杯又发现这个包 它非常的显气质 而且它的红色呢是这种类似迪奥9999口红的这种红色 是很正的红色 在身上它对服装的要求并不是非常的高 特别的百搭 而且它的这个气质呢 你休闲也可以 正式一点的场合也可以 就觉得这款包很值 性价比很高 在巴厘岛结婚期间 我一直都在背这款包 它皮质上的特点呢是这种 荔枝纹吗 这个叫不太容易流划痕的那种 然后它的扣子很特殊 是从旁边打开 这样给它掀开的这种形式 这里面我就要吐槽一下这个扣子 真的太难记得 虽然这个扣子挺好看的吧 它的扣子是这边有一个小固固 然后上面有个小圈圈 你要把这小圈圈 扣到这个小固固里 它才能闭上 但是我们走路的时候 如果你不认真的盯着它看 好好给它对准的话 这个地方真的超级难对准 因为它这个小洞洞很小 哇 就是你在那边走路 它就一直都合不上 就一直 怎么还没对上 然后就心里一股火 这个是这个包 我觉得它唯一一个bug 就两个格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小包包 特别简单的一个包 这个包你们看 它的侧面其实是挺窄的 底下也是挺窄的 所以这个包它的容量 并不算特别的大 但当然前包 手机粉柄 口红什么之类之类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相机的话 它是装不下的 所以这款包 其实我觉得它平时 日常出门就足够用了 那它的肩带的地方 特别方便的就是 它的肩带是从里面 穿过来的这种设计 所以它肩带 就可以有很多种背法 比如说你想腋下跨的话 你就可以弄成这种两层的 或者是你带肩背 它的时候以前这个链条有点长 就可以在上面绕一圈 我觉得这个肩带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长 所以我在这上面弄了一个 我在淘宝上买的 那个肩带调节长度的 这个小扣扣 下面是我今年全年买的 最贵的一款包 就是这个Celine Box豆腐包 其实这款包呢 它对于一个刚上班 每两年的小小的一个OL来说 这款包它真的是有点贵的 但是今年我终于实现了 我一个事业上的一个小小的 很棒的一个目标 所以作为鼓励呢 我就给自己买了这款包 我从加拿大读完书 再回到日本工作之后 一直在我之前的那一家 外企的公司里工作 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 我一直都特别特别特别 想要进到我们公司的 国际业务部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这个目标 而且调节的那个职位呢 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职位 但是调过去之前 在其他部门的那两年呢 为了努力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了自己成长 然后也为了积攒自己的 业绩什么的 就是那两年过得非常的辛苦 就挺痛苦的 特别努力的两年 然后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是实现了一大步的一个跨境吧 说了这么多借口的原因 总之就是因为这个 买了这个包 我当时挑的是这款 大家都说特别百搭 对基本款的这个焦糖色 但是说实话 这款包这个颜色 我现在买的有点后悔了 因为今天夏天的时候 我拿它也做了一些搭配 说实话 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款包 跟夏天的很多衣服很搭 我反而觉得 比起这款包 黑色红色甚至是白色 或者是绿色 可能会更百搭一些吧 这个包 我觉得它更适合冬天 不管它配什么毛衣 围巾啊 大衣什么的都非常的好看 但夏天的时候 我真的没太背过这款包 整体的质感呢 就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很有光泽 但也很软 很容易受伤的这种皮质 它的扣子是这样 按压 然后给它打开的这种 打开之后 它这个价格当然是里外全皮的 然后它里面呢 也是有点类似 风层包的这种构造 就一拉可以拉出好几层 最外面这层稍微薄一点 里面这层是最厚的 这里面有个带拉锁 这款包抛去它的颜色 我真的觉得这款包 其实还蛮值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它的这个质感 还有一个就是 当然是它外观的设计 然后呢 这款包我觉得它是在尖杯包里面 真的算很能装的了 这个我超级的意外 因为这款包里面 它能放得下相机 钱包 手机什么的 乱码洗澡的所有东西 当然都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款包真的挺实用的 我觉得 侧面呢 是比较窄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它的底面也没有多欢 但是因为它的皮质 是稍微有一点软度的 所以里面放比较厚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包可以被撑开 它的肩带非常的有特点 它的肩带是可以拿下来的 就是可以作为手包 肩带调整长短的方式 是这边有两个小扣口 夏天背的时候 这两个小扣口 因为它比较锋利 真的是跟我之前看过 所有的评价都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会卡尖的 那有人说 把这个小扣口可以调到旁边 放到你尖够不到的这个位置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两个小扣口中间 这两条 调整长短的皮带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长短是稍微有点不一致的 所以如果你给它放到前面的话 你背起来的话 这两条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空间 就看着有点邋遢 有点不利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只有你把它们两个 放在这整条肩带最上面的 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弧度 所以它们两个才会完美的 吻合在一起 这个包是我的好闺蜜 我在加拿大的室友 最好的朋友 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喜欢的一个礼物 这个包说实话 它这个品牌我不认识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个品牌 它前面是这种有点 类似带偏光的这种 黑里面透着点蓝色的 这个绒布的质感和颜色 后面呢是这种深绿色的 一样是带偏光的一种感觉 打开最后里面的衬子是皮的 因为这个皮特别软 摸着特别舒服 然后这个包呢它非常的小 一共也是有三层 中间这层是最宽的 前面有个放卡的地方 最后边有个拉链的 这个包它本身 因为它的宽度 并不是特别的宽 然后再加上它的厚度 也并不是特别的厚 里面呢我现在手头也没啥东西 就是有一个 这个是我的放婚戒的一个盒子 给它竖着 往里面放的话 很勉强的能塞一下 而且这个地方它的扣子就合不上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包非常的不能装 基本上你往里面放一个手机的话 就放不下钱包了 放一个钱包的话呢 就放不下手机了 但是这并不但我喜欢它 因为它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肩带 它有两条肩带 这两条肩带都是可以卸下来的 偷的是蓝色和黑色的这种 然后上面有这个 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这种小猪猪 就看着非常的欢雄 第二条是这种 银黑色的这种铁链条 这个铁链条它也是两层的 你可以给它拉成一层 就特别长的这么背 这个包它特别好看的背法呢 就是背的时候用这个宽间带背 然后让两个铁链条自然的垂下来 这样子就特别的时尚 特别的有个性的一个包 所以日本现在还没有普及这个电子支付 所以这个包在日本生活来说呢 它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实用 这个包是我买之前 我觉得是我全年度最想要的一个包 但是买了之后呢 又觉得稍微有点后悔的一个包 就是罗家同家这个腰包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特别鲜嫩的这款黄色 这款包用起来我真的觉得它就是颜美 但是超级不实用 因为它的容量太小了 里面有这样一个代表性的蝴蝶结 它打开的方式是个盖子 在这边有个吸血石一样的扣 把它从这里面打开 所以它的防盗性是有的 打开之后里面容量反正就这么大 啥也放不进去 也是我还拿这个戒指盒子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宽度倒是有的 这个戒指盒子完全可以放进去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那种稍微宽一点 长一点的钱包 或者是如果你的手机是那种plus的话 放在这里面是能放进去的 但是就和刚才那个包一样 就啥也放不进去 连个粉饼卡包都放不进来 墨镜更放不进来 就带着它出门 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着它出门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凹个造型吧 它的后面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腰带 因为买它那时候是夏天 而且我当时还没有黄色的包包 所以我就一下子被它这个颜色勾引了 我就买了这款包包 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其他的颜色也都特别好看 它这个腰带是可以卸下来的 卸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这么拿着 它就是一款特别好看的手包 这边光线不好了 所以换了个背景 转了一个方向 下面这款包 已经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是一个小众的包包了 从去年前年就开始特别火的一个牌子 这也是我今年买的特别喜欢的一个包 其实他们家的包包有很多很经典的形状和颜色 我选的这款呢是类似正方形的长方形的黑色的这一款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皮质 非常的有光泽 非常的平滑 摸着特别的舒服的这种 而且特别软 所以其实比较容易留下滑寒的那种 它的侧面是这种非常利落的三角形的形状 它的上面是这种做旧的很复古的这种锁头 上面有个小logo 它开锁的方式也非常的独特 是这样掰一下 它就打开了特别旧上海的那种开锁的方式 里面容量非常的大 里面啥也没有 是这样一个空间 它很贴心的附赠了一个小镜子 这个我特别的喜欢 它的肩带 这颜色是这种做旧的 金色里面带着一点发霉的黑色的这种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真的挺差的 我一定要好好扣一下它的这个肩带 这个肩带超级实用 真的对小个个女生太友好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短的包包的肩带 我们个子不是很高的女生也可以这么单肩背 还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肩带是可以卸的 但是其实不用卸 它设计的挂肩带的这个扣子 就在它这个包包的锁头里面 所以我们不用肩带的时候可以把它直接放到包里面 然后把这个锁头一合上 一点都看不出来它有肩带了 然后就可以这么手拿着作为一款手包 所以这也是它设计上非常精巧的一个地方 这款包包虽然它本身的体积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它是有一定重量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有铁的这部分在嘛 它也是非常非常浓妆的 因为它是这种三角形的 里面又没有任何的隔层 所以相机啊眼镜墨镜什么的全部都没有问题 那我觉得它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非常酷 非常复古非常有个性很英气的一个包 所以这款包我不能说它非常的百搭 可以推荐给所有的人 但是我认为它是我今年买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包 下一个包包是我毫不犹豫的 今年一整年里面我买的最后会最雷的一个包 就是这款包 这个品牌因为日本还没有店 所以我是通过一个博主的视频介绍知道的 然后这款包我是在它美国的官网买的 官网是可以只有全世界各地的好像是 橘色的双肩包 这款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体积非常的大 你乍一看它好像是一个特别适合通学通勤 就是特别能装的一个双肩包 它是这种全牛皮 一个手工皮质包的这样的一个包包 它的价格呢不算便宜也不算特别的贵 我记得我买它的时候加上邮费 大概是600美金左右到手的 那我先来说一下它的优点吧 它是吸引我的主要第一个是它的形状 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 是很复古的这种橘色的皮 这一年以来呢我其实并没有背过几次 但它这个皮质上非常容易留下滑痕和染上颜色 所以它现在使用感已经挺严重了 它后面虽然是一个双肩带 但是其实它这个肩带是可卸的 你把这个肩带给它调整 寄到上面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会从双肩包的形式变成一个单肩包的形式 就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你可以这么单肩背着 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细结实的扣子 打开之后里面是这样的 它是没有衬子的 然后里面也没有任何的隔层 它的侧面大家可以看到也有两个扣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扣子你给它系上之后 可以调节它的形状 你系上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子很可爱的一个形状的包包 现在我要开始说它的问题了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设计上一个问题 就是它前面这个扣子 特别小 特别轻 特别薄 吸引力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弱的一个吸铁石的扣子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包 它的皮质是很硬很厚的这种皮质 所以它这个吸铁石的这个吸力 不足以控制它整体的包 就会导致一个后果 就是它系上之后 我走路的时候 我的胳膊稍微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包的边缘的地方 就会导致它这个扣子瞬间就会解析 然后这个盖子就会被打开 所以它整个包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你走路是会颠的嘛 所以这个盖子就会在后面这样一直颠来颠去 颠到最后它的盖子可能就进去了 就变成完全四场八开的样子背在你的身后 而且这个包大家乍一看里面容量 是不是超级能装超级好用 可是你往里面放任何一点 就是稍微有一点重量感 稍微有一点体积感的东西 比如说我放个杂质什么的都不行 里面的东西只要稍稍在你走路的时候 撞击到它外面的这层皮的时候 就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又是这个吸引力非常弱的这个扣子 直接在屋就会解扣 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侧边的还是这个扣子 个头非常的小 而且非常的薄 我现在给它系上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扣的这个地方变得非常的窄 非常的小 所以就失去了这个包很能装的它本身的意义 你再想往里面放什么 稍微厚一点书啊 电脑什么的 你根本不可能放得进去 你如果硬塞的话 因为它两边这个吸引力又很弱 这个扣子就立刻又炸开了 然后你就 之后你背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这两边 它这个扣子很容易炸开 炸开之后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就会导致你前面的这个扣子也跟这个炸开 然后就又变成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样 它整个的口子就是敞开的 这款包它真的是特别有颜值 但是实在是太不实用的一款包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真的觉得 买这种稍微有一定金额感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 不光是包啦 千万不要听着某一个国主的介绍觉得 哇这个特别好 怎么怎么样的 就一头发热 立刻就去下单 一定要尽可能的在网上多搜集一下情报 多搜集一些其他人大家的苦气空咪 大家的口碑 大家的评价 你觉得这款包你确定它是值这个价格了 真的适合你 你再去买 否则的话 尤其是海淘 咱还不能退 就这个钱有的时候花的真的是 牙痒痒 最后一个包 也是我今年买到的最便宜的一个包 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买这种皮的纹路的这种包包 其实它这款并不是真皮 它价格非常的便宜 大概是日元6000日元左右 它的品牌呢 是来自于日本服饰非常有名的品牌Lily Brown 它是今年2019年秋天吧 我记得好像是出了一款新的包包 这款包呢 其实我当时还是被它整体的一个质感 还有它价格的便宜所吸引买的 再加上它是个黄色的 我今天就是很喜欢黄色的单品 它整体这个包包非常的轻 它拎在身上就有一种那种很舒逆的 但是舒逆里面又带着一点很精致 有点像小公温包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包包 它也是非常的能装 因为它本身是有一定厚度的嘛 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隔层 就是里面是这样子的 它做了两条肩带 一个是比较短比较粗的 纯黑色的肩带 还有一个是跟它包一个颜色的 比较细比较长的一个肩带 这款包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拎出去过 所以它的细节的地方 还有很多小膜什么的 我还没撕 它虽然很便宜 但是它细节的地方 和它整体的质感 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这个颜色的鲜度和它的饱和度 我也非常的喜欢 这款包是我想 比如说我穿的特别日系的时候 穿一个日本的那种带毛绒绒的那种 大一什么的我觉得可以零 好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包包 全部的内容啦 如果有看到这里的宝贝们 非常感谢你们一直看到最后 那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 有任何的建议啊意见 或者是有想跟我一起交流的内容 都非常欢迎大家弹幕或者留言 跟我来交流交流 也跟所有看视频的宝贝们 有一个小小的邀请 就是如果你们2019年也买了新的包包的话 特别也想知道大家都买啥包了 特别欢迎大家在我底下 告诉我你们2019年都买了什么包 还有就是明年你们想要再买什么包 或者是今天我介绍的这一款包里面 也有你拥有的包的话 也特别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一下 你用下来觉得这款包哪个地方比较好啊 哪个地方比较不好 大家一起来种个草也来灭个草 还有也特别欢迎大家来告诉我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主题 什么内容的视频 在黑五的时候买的一些东西 小包裹什么的 这两天也陆续的收到了 所以如无意外的话 下周的视频就会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黑五都买了什么东西 好今天就这样 希望你们能看的开心 拜拜 拜拜